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沈建制捐赠了5万元美金 要帮助淡水圣约翰科技大学增设沈建制继沈原金梅树梅实验室 并且在昨天举办了街牌启用典礼 让教室可以突破固有的摄影棚空间限制 在摄影空间情境当中在教室制作数位教材 为了培育创新跨领域的数位人才 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沈建制 抗力捐赠了5万美金 帮助淡水圣约翰大学建制沈建制继沈原金梅树梅实验室 并且在昨天举行的街牌启用典礼 校方表示实验室整合创新的扩增实镜AR 数位内容大数据以及人工智慧等科技 让教师在教学教案设计融入数位科技 以科技化教学来适应数位时代的学生学习方式 那这个最主要目的就是我们为了一化的教学 尤其是有关于那个结合数位教育的 数位教育的各种科技应用在教学 还有活动的内容上 我觉得我们圣约翰科技大学在这一次 透过数位文艺系跟那个我们的时尚经营管理学系 这个两个学系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建制起来 副校长表示沈建制因为认同淡水深渊和科大的 办学理念特别捐赠了10万元美金 约302万台币给学校 而学校将此笔捐款设立用于 沈建制SJU阴阳奖学金以及这一次的实验室 而实验室目前建制了3D虚拟主播角色 以及动作制作系统 还有行动式的去备绿幕 让教师可以突破固有的摄影棚空间限距 在可容许的摄影空间情境或者是教室的教学当中 制作数位教材 未来我们还有那个数位多媒体实验 多媒体系跟我们的创意商品设计系 当然还有其他各系的学生跟老师 都可以使用这个实验室的设备来开发 他们所需要的摩克斯课程 或者说是线上教学的课程 该实验室可以跨领域合作 虚声团队从事视觉与界面设计 影像制作以及影片制播互动设计等3D设计等等 并且能够承接辅导校内外的数位教材开发 与制播企划 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企划设计 培育创意产业所需要的创新跨域人才 记者许多艾一带水财宝报道